大家好 欢迎收看Focus 1300 今天新闻我是彭聚 今天新闻的一开始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 是台湾爆发Delta的社区感染 但这件事让大家非常紧张 到底官方该怎么做呢 目前我们要锁定到的是板桥 板桥有一个染疫的社区大楼 出现了六名确诊 尽管B洞是已经清空 而且送到检疫所了 但是A洞的所有人必须要进出 都需要持PCR的阴性证明 但是这件事情 也让A洞的住户是非常担心的 因为到现在传染链 都还是一个不明状态 共用的停车场 甚至他们的做法是 外租给别人 到底该怎么控管呢 只是让他们觉得非常担心的部分 像我自己大儿子前几天就有发烧 可是检查PCR就是阴性的 对啊 所以我也不晓得怎么用 虽然PCR是阴性 但大儿子还在持续发烧 他是住在板桥染疫社区大楼 A洞的住户 虽然只要PCR不用被送去检疫所 但宝贝儿子有状况 小儿子也停课在家 妈妈喊出想跟B洞住户一样 直接送检疫所14天 会有这样的考量不是没有原因 人一道而停车场是A洞跟B洞住户的 最大交集点 不过现在问题来了 他们还有外租给其他人 进出停车场 唯一出入口的社区大门 也贴上需要有PCR 阴性证明才能够进入 问题是这些外租的人 他们有吗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外租得要怎么到地下室 昨天晚上才有造册啊 因为才有每一间每一间 确定住户是不是那个 有没有一套管控机制 住户也不知道 倒是一旁的社区大楼 人人自为 搬出三级警戒 原本都收起来的公告 严格管控进出 也有临近大楼 要住户减少出门 因为仔细看看B洞确诊的6人 住11楼的埃及巴 CT值37.9 同住的老婆案16155 CT值也有29.1 而住楼下的麻醉护理师 CT值也高达38.5 后来验出的两名确诊住户 分别CT值是22.5 跟CT值26.1 现在谁传给谁 人就不知道 非常欢迎所有的市民朋友 出来防塞 因为只有不断的塞 才可以阻断隐形的传播链 呼吁有疑虑的住户 直接出来裁检 要把各种感染源揪出来 毕竟现在传播链不明 不赶快找出来 附近住户就一天难安 TVB新闻 刘地雄伟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而现在大家更担心的是 Delta变种病毒 已经是二度入侵 台湾的社区了 在第一次 透过很有效的防毒 当然解除了 当时的紧张状态 但现在第二次 全台湾又进入到 紧绷的寝室当中 因为Delta变种病毒 如同大家常常在新闻当中 所看到的 而且从国外的例子 发现到 其实传染力很强 而且它的无症状感染期 也拉长了一天左右 医师非常担心 光这一天的 无症状感染期 就有可能让 接触的民众变多 所以在相关的防疫措施上 也必须要做得更 滴水不漏 新北幼儿园群聚感染案 越滚越大 确诊的个案中 有实例的基因定序 结果就是Delta变异株 这让全台又进入紧绷状态 在幼儿园群聚 一名感染幼儿的父亲 今年8月从埃及返台 但检疫期间 裁剪都是阴性 在这拖裁剪送宴 第一职为37.9 而是不是成为 这起群聚源头 还要再查诊 其实我们最担心的是说 如果找不到感染源 那这个会令人担心 那如果说 整个这样的一个 这次群聚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透过 这个CT值的判断 透过血清抗体 以及临床症状 发病时间的早晚 去推测出 它的可能的关联性的话 那这样我们民众 就可以比较 不至于留于 一个比较恐慌 这起幼儿园的群聚感染案件 病毒精定序 确定就是Delta变异株 而且国籍航空的变异株不同 要等到整个疫调完成之后 才可以看到 整个疫情的全貌 而要注意的 Delta变种病毒 它的传染力强 而且无症状的感染期 也比较长 更要小心应对 上昂大学病理团队分析 Delta在感染之后 平均四天就能被测出 而平均五点八天后 才会出现症状 跟原先的武汉株 五点五天后测出 六点三天出现症状相比 也代表具备感染力的控档 扩增了一天 Delta它比较可怕的是什么呢 你四天就会爬到说 病毒可以去传染给别人的量 好 那接下来呢 经过一点八天 也就是到五点八天 你才会觉得你有症状 所以你是整整是一点八天 你是无症状的传染期 它比武汉原子株 整整多了一天 你只要多一天 你就可以多非常非常多 接触的人 这就是无症状传染 其他可怕的地方 因为在发生症状的前三天 它就已经有症状了 你已经就已经有传染力 但是还没有症状 有时候你不会去 没有办法去 就去侦测到它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每遇到一个 有一个确诊科案 我们的医疗单位 就要积极去做 所谓的contact tracing 然后匡列 适当的人 甚至要做预防性的匡列隔离 这个道理 医师强调 现在Delta进到台湾 防疫的措施 也得跟着升级 因为除了大家所熟知的 传染力强之外 在人体内病毒量的复制 也快了好几倍 免疫力较弱的民众 症状恐怕也会更严重 它进到我们身体里面以后 它复制病毒的速度是加快的 而且病毒的数量也是增加的 比过去COVID-19的病毒是增加 一方面病毒量复制速度快 一方面是病毒量的数量多 再加上就是说 因为它的病毒的数量快跟多 这两个特性 也让它要恢复 恢复到变成阴性的时间可能会拉长 换言之 它的可传播期可能也会增加 如果说你已经本身 已经打过两剂疫苗 那你被COVID-19的 这个Delta病毒感染以后 那基本上 虽然你还是会被感染 但是基本上你的病毒量 一开始可能也是很高 但是因为你 已经有打了疫苗 那因为有抗体的保护 所以你的病毒下降的速度会比较快 根据国际研究 还没接种疫苗的成年人 感染Delta注入率是Alpha的两倍 如今Delta已经进入到社区里 全台防疫不可大意 的确防疫不能大疫 而这一次的疫情 其实也催出了疫苗的打气 第八轮的预约 在今天早上10点钟 正式的开放 这一次总算是轮到 打满10周的民众 能够接种第二剂 只是这个网络的情况 似乎并没有太好 可能同时有太多人抢疫苗了 平台是一度当机 直到20分钟过后 这个状况才跟着排除 目前指挥中心的策略 就是希望可以冲高 第一剂的涵盖率 算一算打满两剂的人 其实只有区区的100万人 整体来说 两剂的涵盖率 还不到全台湾人口的 我们当机了 好不容易盼道 帮家中长辈 第八轮预约 施打第二剂 开放上午10点一到 竟然王爷大塞车 直到当机 约20分钟才排除 就怕再晚一步 抢不到好时段 第八轮不只开放 给第二剂 18到22岁 要打第一剂的民众 也能够预约 将在9月12号 中午12点截止 施打时间 是在9月15到9月23 只是直到第八轮 才让打满AZ十周的一般民众 能预约第二剂 因为指援中心不断在冲 第一剂的涵盖率 即便目前全台涵盖率45.39% 季次人口比达到49.68% 但实际打满两剂的 只有100万人 涵盖率不到一成 很担心啊 因为无论是的人 他们也第二剂 也都很晚才打 不只AZ BNT也很抢手 指揮中心先开 给青少年接种 北市也规划 一旦有餐剂 只要开品没超过六小时 就能让还没打 第一剂的教职员打 但北市府强调 教师基本上打得差不多 因此授权各诊所医院 自行处理 就怕宝贵的疫苗浪费 尤其现在DeltaE入侵社区 越多人打到越好 而有专家建议 现阶段入境检疫措施到14天 出关前供裁剪四次 恐怕还不够 认为或许可以比照香港 拉长检疫期到21天 而且裁剪五次再放行 从新加坡的经验 我们是在专家会议里 我们是觉得说 目前看起来是 不很需要再把它延长 检疫期加延 指揮中心尚未定论 不过针对机组员 要打三剂疫苗已经确定 只是各国施打间隔 有六个月与九个月 专家小组还要再进一步讨论 第一本新闻 李恩之周永轩台北报道 而现在有不少政府 用一些强硬的手法 希望可以赶快来拉升 所谓的接种率 因为似乎光是奖励的手法 已经不够用了 尤其在美国 美国的确诊数标破了 四千万人大关 而且疫苗的接种率 现在却陷入了停滞 所以美国总统拜登 不忍了硬性规定 所有的联邦政府员工 还有员工数 你只要超过一百人以上的民间企业 都必须要完整的接种两剂疫苗 另外日本的情况也不好 他们宣布说 东京在内的十九个道府县 延长紧急事态宣言 到九月三十号 催打疫苗劝不动 美国总统拜登不忍了 直接颁布疫苗强制令 规定所有联邦政府员工 以及员工超过一百人以上的民间企业 必须要全面完整接种 否则企业将要面临一万四千美元 相当于台币三十八万元的罚还 这项规定日估至少影响八千万人 拜登说 向来在骂疫苗的福斯新闻 其实也强制员工接种 就是想说服一些 因为政治倾向不打疫苗的人 但是也听得出来他确实在防疫上大感挫败 但是美国现在疫苗施打率低的州 陆续爆发严重疫情 甚至在多达四十九个州都验出 哥伦比亚变异株 另外日本虽然新增确诊数放缓 但是疫情依然严重 东京的紧急事态宣言继续延长 目前要先延到九月三十后 而且日本现在还验出了另一种变异病毒 而且还是共十八例 现在得提防各种变异病毒再度发威 TVBS新闻总和报道 现在要提防的恐怕还有恐怖组织的势力了 明天就是911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在20年前的911世界 其实到现在满20年了 而发动恐怖攻击的基地组织 目前还在蠢蠢欲斗 美国国副部长Austin表示说 基地组织很有可能就选择 阿富汗会重振旗鼓 Austin是一连四天出访波湾国家 周四他在科威特时表示 全世界都在观察事态发展 无论基地组织是否有能力 在阿富汗卷土重来 都会在寻规地点集结 美国方面也已经警告 塔利班政府不要把基地组织 让这些组织 把阿富汗作为盘踞地 而美国已经针对这些组织 做好了各种防范 911前夕各国也把焦点 再转向基地组织的动态 俄罗斯副外交部长就认为说了 这个基地组织目前还是具备 足够的财力还有军事能力 能够对全世界持续造成威胁 而我们要来关注到的就是这个大城市了 纽约 2001年的一场恐怖攻击 让各界都看到了这个大城市的脆弱 而20年来 纽约其实还是不断成为极端组织的目标 承受着各种孤狼式的袭击 去年受到天灾的影响 是新冠犯的疫情 让他们造成了3万人死亡 也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而在911 20周年的前夕呢 他们遭到的是爱达飓风的侵袭 历经无数难关的纽约 现在各界都很希望 他们可以再次的浴火重生 一场滂沱大雨驱散了纽约时报广场的人潮 当时谁也没想到这场 由爱达飓风带来的雨势 会让纽约市机场地铁 全都陷入瘫痪 百年历史的老旧基础建设 根本挡不住超级暴雨的考验 看起来像是末日降临的场景 就这样在世界级的大城市上演 打破纪录的雨势 重刷出纽约的脆弱 对这个三百多年历史的城市来说 二十年前 这场震撼全球的攻击 才是第一次让外界发现 世界顶尖的纽约大城 也可能因为两架飞机 瞬间陷入无止境地安 一场九一一恐怖攻击 成为纽约客最深的伤痛 就连没有亲身经历这场人 过的新世代 都能感同身受 今年二十周年纪念 总统拜登将前往纽约 宾州还有五角大厦 三个当年遭到攻击的地点致哀 在罹难者家属的压力之下 拜登还签署行政命令 要求司法部还有相关机构 公布有关九一一恐怖攻击的调查文件 911攻击之后 纽约成为反恐重症 基地组织成为美国人的心头刺 2011年的暗杀行动 帮纽约人出了口气 时报广场涌入 换庆人潮 但基地组织并没有随着 平拉登的丧命而溃败 尤其ISIS的兴起 更让纽约成了惊弓之鸟 这个城市依旧是伊斯兰激进组织的目标 光是2017年的一次孤狼式袭击 就造成霸人葬命 但这些恐攻阴霾都没有比无声的病毒来袭 更重创纽约 尽管霓虹灯一样闪烁 但时报广场却看不到往日摩肩擦肿的模样 纽约甚至一度又如人间炼狱 新冠疫情已经造成纽约将近三万四千元效命 是911恐怖攻击的12倍 直到现在这座大城市还在跟病毒搏斗 曾经从恐攻的灰烬当中重生 20年来纽约经历更多比攻击更严峻的挑战 又再次站稳脚步 这颗大苹果并不如想象这么光鲜亮丽 但也在世人面前展现 是属于这片土地的独特任性 TV的新闻总发达 前转五国在昨天晚间召开了线上峰会 除了推动合作之外 阿富汗问题也变成关注的焦点 这一节的会议当中 是由印度的总理莫迪担任主席 还有中国大陆 俄罗斯 巴西还有南非里秀 都透过视讯的方式展开会谈 会中也发表了新德里宣言 强调阿富汗可能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 认为国际间应该要加强反恐合作 习近平也在会议当中大打疫苗外交 表示已经向100多个国家 还有国际组织提供超过10亿剂的新冠疫苗 还有原疫宣布将在今年内 再捐出1亿剂的新冠疫苗 给开发中国家 准备跟拜登政府互别苗头 那我们要持续来看到 其实在这一次的金专五国当中 有出现的两个国家 一个是中国大陆还有印度 这两个国家其实从过去 一直都有边界上的争议 但是在去年的时候 其实相关的边界冲突 变得越来越明显 我们先来看到一个说法 印度的元老议员史瓦米 他怎么说呢 他说如果中国大陆不撤离 印度的领土的话 退回实际控制线 LAC 印度就应该跟中国大陆开战 而且中印冲突 从1954年就开始了 当中非常大的争议还是所谓的边界问题 因为中国大陆跟印度的边界 是非常长的 大概有2000多公里 当中其实也是变成一个冲突点 像是在英国殖民的时候 印度时期 其实越线北上 当时也造成了中国大陆一些不满 另外在领土争议 其实高达了 抱歉是12万平方公里 而到过藏南地区 还有习近地区 还有阿克赛清地区 都是比较有争议点的部分 而更多的相关的探讨 我们要继续连线给 印度富来民大学的副教授 刘启峰 刘教授你好 志云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刘教授我们来看到 其实中印冲突 其实在过去一年 似乎看起来是越演越烈 从一开始有一些丢石头影片 传出来 当时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只是零星冲突 但是事后 包括死伤变得越来越多 越来越明显 而且政治以及军事上的动作 也跟着逐渐增多 当中的原因 还有改变的情况 到底是什么呢 是的 因为中印边界就像您说的 现在是LAC LAC就是实控线 实控线的话 并没有任何的协议 去规定这个线 地理位置应该在哪里 所以它是不断在变动当中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中印双方的军队 都有诱因 去多占一些领土 让它变成他们整个固定的边界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其实就跟南海的情况有点像 大家都有诱因多占领土的情况之下 就会往前推进 往前推进就会开始冲突 那这就是2020年6月 在加尔万河谷发生的情况 这个是比较local的原因 那在比较大的原因上 近几年来 中印在区域跟全球都展开竞争 中国用一带一路进入印度洋地区 然后印度也希望跟中国 在区域的霸权上面争夺 所以这也是造成双边 这两个霸权 这两个强权开始冲突的主因 对 教授我想要持续请教 因为包括我们看到 刚刚你提到分析的是 包括比较地区性的原因 还有历史上的主要原因 但是其实从一开始 大家看到的临行冲突 现在俨然变成国际交流上的 一个拉党结派的对抗 像是印度这边 其实就跟美国 还有相关的四方安全对话 基本上是要来对抗中国大陆 但中国大陆其实也是拉党结派 包括还有跟俄罗斯拉 阿富汗 巴基斯坦 一起来结盟 未来就你看 这种拉党结派的状况 会不会导致中印的冲突 再往上升温呢 尤其虽然说在边界还有政治上 其实中国大陆还有印度是对抗的 但我们不可否认说 其实印度本身是最大的贸易伙伴 就是中国大陆 这个经济还有相关的军事政治上 到底印度要来怎么切割呢 就像您说的 阿富汗局势其实会对中印关系之间产生恶化 因为中国跟塔利班合作 而塔利班是印度向来最大的敌人 印度之前在阿富汗介入 是跟北方联盟跟一些少数族裔合作 所以他们跟塔利班没有对话的对象 而这是中国大陆跟塔利班走了很近 然后更关键的是 他们借由巴基斯坦的影响力 想要涉入阿富汗事务 那这个就让印度更加猜忌 因为印巴在这个地域上 向来是这个竞争的敌人跟这个对手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已经形成了 中国巴基斯坦塔利班 对抗美国跟印度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印度在近几年来受到了这个中国大陆的挑战中 大概有三个方面 三个层次 第一个就是在边境的压力 就像您刚刚说的 中印之间在边境的冲突 在印度方面呢 像是很难抵挡的 所以需要美国方面的这个介入 第二个就是一带一路 近年来中国对印度施加的 在印度洋周边的影响力 这个也需要美国的帮忙 印度才有办法抵挡中国的这个趋势 第三个就是刚刚所说的 阿富汗巴基斯坦的结盟 这个也需要美国方面 在情报跟安全的合作 所以这三个加起来呢 就变成说 印度跟美国的合作 安全合作在近年来越来越密切 形成了跟中国大陆对抗的态势 那教授如果想要再请教说 包括我们说的经济上 本身印度跟中国大陆的经济合作 也都是非常密切的状况之下 而且其实中国大陆通常都使用说 一些经济的手段 其实让政治上是难以切割跟分割的 这部分印度又该怎么处理呢 印度其实已经在近年来 已经有这个理解到这样的趋势 那印度现在采取的战略就是 第一就是延续去年 川普政府在这个 中美贸易战上面的这个大趋势 他们现在推出了一个计划叫做中国加一 中国加一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希望外资如果在中国投资的话 也可以考虑在印度进行相同的投资 以此来进行这个平衡 第二个他们现在在检讨 整个安全 这个整个供应链的安全的情况 就是说他们希望 可以identify一些关键的领域 比如说印度过度依赖中国 比如说药品原料这方面 他们希望能够找到其他的伙伴 然后从那边进口这样减低 单方面这个依赖中国太过的这个趋势 所以这是现在在进行的 这个经济战略的脱钩 其实这整个印度的政府都有在考虑 那教授我们想要请教一下 其实包括接下来在今年年底 美方其实一时希望 可以来个实际面对面的四方会谈 当然印度在当中 也办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未来的印度跟美国 又会怎么样竞争还有合作呢 我觉得从阿富汗局势现在看起来 印度跟美国的合作 接下来应该只会越来越密切 因为从欧巴马时代以来 印度在国防还有安全上面 跟美国的合作就开始升温 现在阿富汗局势这样子一弄下来 美方虽然看起来暂时撤退 撤离阿富汗 但是他需要周边的一些农邦 为他收集情报 还有进行一些安全的合作 而印度就变成最好的伙伴 印度也希望美国能够进一步的介入 来平衡巴基斯坦跟中国 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 所以我觉得将来 印美关系应该会越来越密切 包括在一些双边或是多边的军事 合作或是演习上 我们都能看到它越来越频繁的发生 我们再来看到疫情的部分 其实在去年全球爆发的疫情 一开始的时候印度透过非常严密的封锁 当时也被认为说是成功防疫 是模范生 但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的确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第二波疫情爆发 可以说是漏洞摆出 甚至衍生出Delta变种病毒 现在其实对全球来说的威胁 也都是明显偏大的 就现在的印度街头来看 我们想要请教授来报告分析说 真的有出现所谓的防疫放松的状况吗 因为其实现在当地的确诊数似乎是有稍稍的缓和下来 那接下来您看起来跟当时第二波爆发的情况是类似的吗 会不会当地还有政府都有这样的担心呢 其实从4月开始的第二波 对印度造成很重大的打击以来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印度政府 不管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 他们对防疫的警觉心是有提升的 所以现在我现在所在 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第二大城普 那还是在半封城的情况 所以现在有很多管制的措施 譬如说到MOL 到一些公共群聚的地方 都需要出示 已经接种两剂疫苗的证书 你才可以进去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应对第三波这个疫情 或者是可能第三波疫情 其实印度的政府 还有社会他们的警觉心是有上升的情况 不过就像您刚刚说的 数字有提升的情况 是因为最近9月开始开学 然后其实印度社会也有一些呼声 觉得希望政府能够再放松管制 这样子对经济会有比较提升的影响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很多人都在预测 接下来第三波大爆发 很有可能在秋冬之际的时候 开始这个升温 所以要开放 其实它的前提来说 对很多人来说 要跟病毒共存 当然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疫苗的接种率 有没有办法提高 而且我们知道本身疫苗是全世界的 印度本身是全世界疫苗的生产大国 而且因为疫情爆发的关系 他们的相关生产的疫苗都是暂停出口了 目前我们掌握到的数据是 当地的首记接种率来到了39.2% 而且有9成都使用当地血清研究所的AZ疫苗 我们可不可以请教授 帮我们分析一下 接种状况 您自己打过了吗 而且如果在整个印度的接种率 逐渐提升的状况之下 他们有可能解除 这是疫苗出口的相关禁令吗 我自己是已经打过两剂了 所以现在情况是还好 然后就像您刚刚说的 印度现在的主力疫苗 还是他们复制的AZ 还有他们自己生产的疫苗 就是COVAXIN 但是印度也在探索 其他新的疫苗的可能性 比如说他们跟国家卫生院合作 有生产类似台湾的高端疫苗之类的疫苗 然后他们现在也研发了一种DNA疫苗 他们预计在秋冬之际 能够大规模生产 所以印度尝试了很多种的疫苗 但是就像您说的 因为印度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所以很难在这个疫苗补给率上 达成这个很快速的接种率 所以现在接种 双季都已经接种了 大概是10%到12%左右 那现在当然印度 我觉得印度这个防疫能够成功的关键 是在各邦 因为印度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 所以如果一些关键的邦能够控制好 如果能够不要造成这个各邦之间的扩散 应该就可以稍微控制一下这样的局势 但是变数还是很多 因为除了Delta变种之外 接下来还有新的μ变种 μ变种是不是会传入印度 会不会取代Delta成为主要的变种 然后造成新一波的爆发 这个都是没有办法预期的情况 特别是现在疫苗 针对的是Delta变种 防御的情况还不错 但是对于新的变种来说 这个情况都是没有人可以预见的 教授那我很好奇 其实现在在全世界的这个接种的推动上 都出现一个状况 基本上就是所谓的 除了防疫的需求之外 还有政治上 或是个人信仰上的因素 那我们今天从新闻的画面上 可以看到 印度对于接种疫苗这个部分 可能也有很多人有自己的坚持 就您来看 在第二波的疫情侵袭之后 印度的一般民众 有改变他们的观念 愿意来接种疫苗吗 我觉得有所改变 特别是中产阶级 或者是比较高级的中产阶级 他们对这个是非常在意的 所以在这一群人里面 接种的这个比例 基本上还算不错 那在相间的话 主要是因为政府的力量 很难抵达这个相间 然后把每个人接种 但是在这方面来说 这个情况我觉得也是有所改善 因为在控制这些人群的情况下 政府是比较容易失利的 而且现在看起来相间的情况也都还好 所以其实第二波疫苗 因为其实第二波的这个疫情的爆发 对印度社会 其实对印度社会产生的比较大影响 就是他们对这个疫情的严重性 是有所提认的 因为在那个时候 其实不只是一些中产阶级 还有一些比如说执政党的这个 比较地方的官员 他们自己亲身也都体验到了 这个家人这个去世的这些冲击 所以他们在有切身体会的情况之下 他们在推动这个疫苗接种 包括对一般民众来说 他们的力量现在变得比较大 所以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些反对的声浪 或者是一些对疫苗的疑虑 现在来说基本上是比较小的 今天非常谢谢刘教授参与我们全球第一线的时间 提供今天的观点 谢谢刘教授 谢谢志宇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 那我们再来看到 其实在这一次的北韩建国73周年的军演上 其实也秀出了这个防疫的氛围 他金正恩半夜不睡觉 举行了夜间的大阅兵 跟前两次的阅兵相比 当时是大秀军武 所有的预备武器都是精锐进出 这一次其实蛮低调的 把重点放在防疫上头 北韩宣布说 他们在新冠疫苗跟药物的研发上 取得了重大进展 有机会生产北韩的国产疫苗 但是这个时间点却传出了 北韩军队里头竟然爆发了群聚感染 已经有45名的官兵已经死亡 深夜的平壤尖热城广场 北韩骑海飘扬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半夜不睡觉 搞夜间阅兵 庆祝9月9号北韩建国73周年 金正恩在两名儿童苏勇下出场 不过没有发表谈话 the past two were very military heavy showing off the missiles and capabilities of Pyongyang this time was more about the security forces we saw fire trucks for example we saw the security apparatus and what we also saw was the what they called the emergency disease prevention unit so a unit of individuals gas masks showing how they were fighting against COVID-19 对比过去两次深夜阅兵 去年10月10号 北韩劳动党党禁 全在凌晨10分 展示最新型洲际弹道飞弹 以及北极星四型潜射弹道飞弹 今年1月第八届朝鲜劳动党大会 金正恩又在深夜老实动众 摸黑搞大阅兵 公开北极星五行 新型潜射弹道飞弹 周四第三次深夜大阅兵 压缩规模亮相武器有限 据韩联社7号报道 多名韩国军方消息人士透露 展示新型潜射导弹等武器装备 该以负责防疫的应急防疫纵队 与保健省纵队防护一封头盖过武器 不高调秀军武过程中还释放烟火庆祝 明显将重点放在增强人民凝聚力上 9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就朝鲜国庆73周年 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不只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俄罗斯总统普钦 也向金正恩发各店 祝贺北韩建国73周年 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 在8月底年度报告中 怀疑北韩重启 为在宁边用来制造 核武原料布的核子反应炉 如果IAEA在报告上是正确的 这会是第一次证明 在YON BEYOND NUCLEAR reactor 从2018年底下 最近北韩官方表示 先进北道清津市 罗南之药厂两名研究人员 在新冠治疗研发 取得重大进展 新冠疫苗和药物 有望国产化 出千人聚集的阅兵大典 不戴口罩 根据美日朝鲜报道 7、8月时 北韩有45名士兵燃疫身亡 零确诊破功让金正恩震怒 当局紧急加强防疫 进行大规模消毒 在Delta变种病毒 公司因为全球之际 北韩对位宣称的零确诊 如果真的被打破 如何守住疫情 也备受关注 TVBS新闻 综合播等 而在国内面临到 是Delta变种病毒的疫情威胁 但是5倍券 还是要如期推出 而且为了要达到加成效果 各部会当然都推出了加码方案 鼓励民众要绑定数位券 也希望可以减少实体券的 硬制成本 也带动零接触经济的进步发展 国发会是非常乐观的预估 这一波的消费券 渴望带来2000亿的经济效应 但也有专家担心说 如果接下来疫情更严峻的话 重回三级警戒 势必经济活动也会跟着结缓 这个消费力道 恐怕也会跟着大大折扣 这个正新五倍券样张 非常的漂亮 它就跟我们的国币新打币 完全一样 搭配11种防卫设计 预计砸20亿印制的五倍券 正式亮相 今年一样可数位绑定 或在超商或邮局拿实体券 不过继取去年教训 这次刻意分流 希望三倍券几爆的乱象 别再上演 今年当你绑定了数位五倍券之后 那家里最多你自己 然后再加上四个人都可以运用 好比方健保快意通上面的OTP代码 这样子这个主绑人 好比方说他绑了四个的话 这样就相当于有两万五千块 在同一个这个数位账户里 那更加没有找零的问题 就是实际刷多少就回馈多少 为了让五倍券有加成效果 经济部在同一天公布 五百元好识券加码方案 有鉴于去年高达百分之九十二的民众领取 值本三倍券 只有百分之七绑定数位券 经济部祭出诱因要将使用数位的比例 一口气提高到百分之二十 民众有五千块的振兴五倍券 但是如果说我们是使用数位 而且是在前四百万名绑定数位的 就会有五千五百块的消费额度 那其中五百块我们就是现用在 我们的这个餐饮高比夜市 跟这个市场的一些小微的店家 国内Delta疫情暂时守住 热门商圈景点近期又涌现人潮 台北市东门永康在地店家 推出折价券大礼包 举办特色小店私房景点票选活动 接下来还寄望五倍券 能带动买气再冲一波 至于找零或不找零 政府保留弹性 业者得再想想 去年不找零 那今年是开放 就是由店家事情来决定 所以我们这边可能会采取的方式 就是说由店家自行决定 但是我们是建议他 就是说以券找券 其实邻近的香港已经早一步 发放港币五千 折合新台币一万七千八百元消费券 但由于不发现金 全给数位券 配套不够周全 引发了消费券之乱 我都不知道 变过发明这个消费券 不会网路登记和电子支付的老人家 只能改填书面资料 把钱存进巴达通 结果三十万人资料不齐全 必须千里迢迢排队 搞得人仰马翻 闹到财政司司长出面道歉 令到老人家长途拔洩出来补办手续 又要等比较长的时间 那我实在很抱歉 我是用八大冲 八大冲 然后八月一二三千 我就去一个铁铁站 有一个机器 我就可以拿到两千块了 因为香港不是有一些 马上可以吃的鲨鱼 煮好的 一包包的 还有关头 我就买你一些买两千块的鲍鱼 还真的有香港民众梭哈 把第一波拿到的两千元港币 统统换成奢侈品 香港零售管理协会统计数据后发现 相较于发券前的六七月 香港八月零售销售额 明显大增五成甚至一倍左右 不过当地民众表示 采买日常用品的超市 人潮还是比较多 最重要还是在加码的部分 如果说 包括今年的这个地方政府的加码 还有中央政府的加码 还有这个企业 也共同响应 更多的加码来讲的话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那个效益 可能会达到 去年的一倍以上的效益 不少香港民众 把消费券省下来买日常用品 替代性消费 能为振兴经济贡献多少 恐怕得打上问号 本届没忘的年轻选手 表现都非常亮眼 像是英国的18岁好手 Emma Rakunanu 外形其实非常酷似 歌手杨成林 这一次不只搬倒了 东奥的金牌选手 还刷新了最幼齿 尝进四场赛的记录 被封为英国版杨成林 华裔网球小将Emma Redicuno 每晚出战一路过关斩将 成为会外赛杀进四场的第一人 年仅18岁的他 更是每晚近16年来 晋级准决赛最年轻选手 Emma Redicuno笑说自己早就订好机票 而他这场八强赛上碰上第11种子 东奥金牌得主Belinda Bangkok 成功以6比3 6比4直落2 拿下胜利 连对手都大赞打得好 本届美王女单黑马 还不只有Emma Redicuno 加拿大新星Lila Fernandez 才刚满19岁 甚至隔天同样闯进四场 尽管马上被Emma Redicuno打破纪录 同样在南单也有新兴横空出世 西班牙18岁小将Philis 可惜他挑战八强晋级时 因商退赛 无缘继续在美王写下记录 本届美王新世代小将纷纷大显伸手 体台上长江后浪正在迎头追赶前浪 TVB的新闻纵不到 好我们来关心到最新的台风动态了 提醒大家要赶快做好相关的防台措施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强烈台风参数 其实现在已经距离台湾越来越近了 现在的位置是距离欧卵比的南南东方 630公里的海面上 基本资料我们要带来看到它的遗像 遗像是北北西转西别的方向 接下来马上就要转弯 而且它的北转幅度会决定对台湾的影响程度 再来速度其实跟上一报相比 是稍微的放慢一点 每小时目前是18公里的时速 中心风速来到了每秒53公尺 相当于16级的强阵风 最大阵风来到了17级以上 所以说特别提醒大家 它是一个强烈台风的等级 这一封暴风半径是180公里 还有十几封暴风半径是60公里 整理来说虽然说它是个强烈台风 但它的暴风圈是比较扎实 比较集中的 所以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是一个小钢炮的概念 当它逐渐接近我们的过程当中 虽然说它的涵盖范围可能并不会太广 但是它所到之去 风墙宇宙还是提醒大家特别留意 你目前它最新的路径来看的话 逐渐往台湾的东部外海接近当中 而且这个路线大家可以注意到 包括是在星期六到星期一 都是它影响我们的时间点 尤其是在六日两天 还有特别是星期天 影响是最明显 大家感受最强烈的时间点 而且从路径上你可以看到 其实包括是在整个台风 逐渐北上的过程当中 它的路径中心点 是比较靠近台湾的东部陆地的 所以以目前的路径分析上来看 是不排除还有登陆的机会 尤其大家看到这个圈圈 大家看到这个红色的圈圈 是代表说台风有70%的机会 会走在这个范围里头 所以如果今天它往西偏一点 甚至往东偏一点 台风中心其实就有可能决定 会不会登陆 但是如果以这么近的距离来看 其实要特别当心的是 地形的吸引作用 如果在今天台风中心 是比较靠近陆地的话 就很有可能 其实会登陆到台湾陆地上 就是因为吸引作用的影响 有些地形上的交互作用 都还是有相当的变数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 在今天趁着天气好 赶快做好防台措施 再来我们来看到 海景跟陆景的范围了 目前陆景还没有发布 但最快在今天的傍晚前后 就有机会 针对这个台风 参数台风 发布它的陆上台风警报 在它逐渐接近我们的过程当中 目前气象局在早上的五点半 已经针对参数台风 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 海景的范围 目前落在巴士海峡 未来有机会持续的往东部的海面 来逐渐扩展 但是我们要来看到一些 关键的时间点 刚刚说到了 早上五点半气象局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 而且你可以注意到 在星期六早上的八点的时候 暴风圈已经非常非常接近 我们的宜兰地区 抱歉 是恒春地区 我讲错了 是恒春地区 所以说以这个暴风圈触入的时间点 就落在明天上半天的情况之下 基本上这个风势雨势都会非常明显 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再来我们看到未来三天的 这个天气变化 要来看到是包括六日两天 其实都是我刚提到了 台风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间点 星期六的时候 台风逐渐北上 你可以知道东半部还是降雨热区 而且不时雨是明显 有机会来到豪雨以上 而且风势也都是非常强的 还有到了星期天的时候 这一天台风逐渐北上 全台湾都会有感受 尤其是往东走 还有在南部地区 以及在北部地区 这些地方风势雨势都会比较明显 礼拜一的时候 台风逐渐远离中部南部地区 还是要特别注意到 会有些零星降雨 再来我们来看到 中国大陆的东北还有华北地区 这两天对流旺盛 也出现了冰雹情况 天降冰雹 俨然像机关枪一样狂轰滥炸 本来街头的车辆遭殃 就连马路都变成了流淌的冰河 仔细一看 一颗颗冰雹最大的直径了三公分 来袭的时候还伴随强风 街边商店赶快开门 让路人进来躲避 同样惊人的场面发生在内蒙古 科尔庆区 巨大的龙卷风就像一个造型完美的漏斗 扫过整片大地 沿路催枯拉朽 结果路人被天上坠落的物品砸伤 还有直行警车的挡风玻璃也被砸破 相情之下 发生在沈阳这一幕就显得祥和的多 甚至还带点可幻色彩 乌云密布的天空中 突然出现一道垂直的光柱 评论区的网友脑洞大开 说还出现了天梯 面对网络上各种揣测 大陆媒体赶紧辟谣 说这真的就是刚好云中开了一个洞 让阳光刚好照到那栋大楼 就刚好出现了美景 大家真的不用想太多 TV新闻综合报道